阿元玩數位教學已經幾年了 尤其是2020年3月 全球COVID-19慢慢升溫之後 教育部要求老師們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現在來做一件事情就是 錄這一段 這一段是 我很難跟其他人講解 因為他們沒有 沒有走到一個程度是無法理解的 現在我揮手這個鏡頭是筆電的鏡頭 然後呢我揮另外一隻手看到這個 這個是實驗的磅秤 這個是實驗示範的培養機 等等的 那 現在在現場 假設今天是禮拜六 12點42分 現在現場沒有人 但是呢 OK 錄影剛才中斷了 剛才老婆早 所以趕快先回給老婆 好來 那 現在情況就是 您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有一小塊視窗 就是我現在兩隻手揮舞的這個視窗 事實上現場的學生看不到這個視窗 因為這是在OBS裡面加出來的 好那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錄影 同時給線上看 同時給 現場學生看 就不能用這個OBS的小視窗 因為這個現場畫面看不到 不信你看 畫面在這裡對不對 來 我現在揮手 我現在揮手的時候呢 小螢幕後面看到的大螢幕就有了 或者說我用 明顯一點的 明顯一點的 一個整個白紙整個遮住了 你可以看到後面的螢幕 跟現場看到的 你錄影的大螢幕 其實 都有看到我白紙在揮舞 這個技術 其實縮穿的不值錢 很簡單 就是利用 實體攝影機 網路攝影機 像我看到手指戴手錶的這一支 那 這個呢 我用一個軟體擷取出來之後投放到螢幕 這個螢幕 在被OBS擷取 這樣子的時候 現場看不到 我現在兩支手揮舞的這個鏡頭 這個只有線上讀者YouTube看得到 但是呢 他們可以看到我示範實驗 來我們打開磅秤 歸零 打開培養名 拿起酒精做什麼的 所以他們看得到的時候 這也是我後來才 終於抓到 如何做這一塊 因為 因為這樣 我把它放大 因為這樣的時候我就可以來進行這樣的事情 進行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 露營的就可以看到 兩大頭跟小頭 像什麼叫露營看到大頭跟小頭呢 我現在頭可以變大 圖像變大 我還可以縮小 但是現在放大縮小的話 現場的學生看不到 現場學生可以看到我手在碰 那個天平 在碰黃色膠帶 等等的他看得到這塊但是他看不到我們其他的 這就是好玩的地方 這就是好玩的地方 好測試完畢 好玩的